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火大米呢 它是在違章工廠旁邊 這個禮物 是我們跟民眾集資一起贈送的 那昨天才又發生了 農地工廠的大火事件 就大家可以看這個米 看起來其實很好吃 但是我真是不敢吃啦 它裡面啊 含有很多消防廢水 含有的代奧辛 還有二氧化硫 這些都是很劇毒的物質 如果我們吃進去會怎麼樣 那所以我們送這個禮物呢 是很希望可以提醒 新科的立委 現況下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有非常多的問題 呼籲所有的民意代表 共同的想辦法來解決 目前的這個困局 那我們這個剪彩的禮物 已經都已經寄到了這個 立法院的辦公室 同時我們也寄送到 彰化縣議會 因為彰化就是一個 違章工廠打死不拆的地方 特別謹慎 因為這個就是彰化這邊 產出來的米 所以我們寄給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議會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寄送給 經濟部各個地方 我們希望讓行政機關 可以看到 我們違章工廠造成的實質危害 然後告訴我們 這個法為什麼還不公告 那我們幫新科立法院來剪裁喔 請剪裁 好 功夫法禁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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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見即暴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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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法禁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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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見即暴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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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8月29日 然後彰化縣發生了一個 違章工廠的失火事件 那這個失火事件之後 後續其實我們有到了在地 然後去訪問周遭的農民 然後周遭的居民 然後我們也都知道了 這個大火的確有周遭的居民 需要自主避難 然後在那個地方 然後後續也有一些居民 來跟我們說 那這樣子的稻米要流露到市面上嗎 因為這個地區的大火 是在稻子成長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如果單純的來去檢驗這些的稻米 的確用重金屬 跟農藥殘留的標準 這些米你們去驗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這樣子的違章工廠的大火 這次燒的是叫做塑膠鞋底工廠 跟橡膠鞋底工廠 它是同時在做塑膠鞋底跟橡膠鞋底 所以它主要會產生的問題 叫做代曜芯跟硫化物 那代曜芯跟硫化物 它其實在稻子的成長機制裡面 會不會影響到最後的稻米呢 這點我們沒有辦法肯定 但在這個問題裡面 居民不斷的跟我們說 那這樣的東西 就要流入到這些大宗的物資裡面 然後流入到工糧裡面 讓學校的營養午餐會吃到 去讓這些國中小的小孩子會吃到 大家會安心嗎 所以經過了不斷的討論跟溝通 在地的居民不讓公民說 那這樣子的稻子該怎麼辦 那我們希望就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跟在地居民共同發起的這個行動 能夠一步一步的去讓這些違章工廠 失火消防問題之後的周遭的農地 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然後同時也能夠去呼籲所有的民意代表 共同的想辦法來解決目前的這個困局 那個農民是灌溉農地 然後長出稻米 長出一些農作物 然後消防員在工廠裡面是灌溉工廠 然後去撲滅工廠 但是可以想像的是 工廠林立在農地上面 沒有相關的規定 然後導致說今天事件發生了 消防員要去救災 我想在這邊呼籲 這次工夫法通過之後 必須要針對工廠去做更嚴格的把關 比方說我們希望工廠能夠設置 增進它的消防設備 能夠改善它的消防設備 然後讓它變成更安全的 更安全相較之下更安全的工廠 那其次台中大雅發生火災 當時的那個建築物殉職兩名消防員 當時的建築物就是連動式的鐵皮屋 它中間甚至還不算是連動 它中間只是一個家蓋而已 它中間還有隔八公尺 但是它就是會延燒過去 那其實可想而知 其實連動的建築物是會更加危險的 那第三我們希望說在相關 在相關的那個稻田農地的工廠 能夠有所謂的更充足的水源 能夠供給消防人員救災使用 這個地方本來就不應該有工廠 所以相對應的我們的整體的其他的 不管是消防或者是其他防災的措施 都在農地的規範上不容易發生 所以其實本質的問題是 農地上面不應該要有違法的工廠 既然是違法應該簽到工業區 工業區的道路設計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在這個結構之下才有辦法來解決 消防人員在工作第一現場 可能遇到了救火的困境跟風險 把它降低 我們在去年六月修完法之後 到今天2020年2月20號還沒有公告 為什麼一個法修了半年多之後還沒有公告 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這一點我們也是很期待 再收到火大米的這些新科立委 能夠在總質詢的時間 好好的問一下我們的行政院還沒有換的院長 因為修法的時候是蘇貞昌院長 現在也還是蘇貞昌院長 到底為什麼這個法不敢公告 一樣呼籲經濟部一定要及早公告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 因為要是這個母法部公告 後續的所有執法的相關措施就沒有辦法實施 也就是不管是低污染的就地輔導 或者是中高污染的簽廠及輔導計畫 都沒有辦法如期的出來 所有的輔導計畫應該要包括哪些內容 誰可以輔導誰不可以輔導 什麼樣的製程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接下來他應該要簽走而不是可以留在原地 這些我們都希望經濟部可以從嚴 然後要去做調查再來做這個公告 他火災所發生的這些代曜性污染等等 有被放在你們認定中高污染的業別裡面的標準嗎 這是我們相當懷疑且擔心的 所以請經濟部要從嚴再次去看中高污染業別的認定標準 以及他所有的簽廠計畫 那這些大火其實造成的就是周遭的居民還有農民 人心惶惶知道這個衛爆彈什麼時候會爆炸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其實應該要有讓居民還有農民 能夠有自立救濟的管道 所以我們鄭重呼籲公民訴訟一定要進入公服法裡面 很多的居民還有農民他們自己避難 然後所花的住宿費還有他們清理的費用 這些都應該要由公服法的基金先代為支付 然後最後再由地方政府向這些廠商求償 太好了 水準會被交出 水準會被分辱 水準會最有關 最後一機會 我們要過 水準會 水準會